我们店的话 每台车型都是有保险的 出现任何问题 我们都会交汇保险公司 我们不会承担任何的问题 不会承担任何的问题 所以说这台车的话 大家放心入手 有问题的话直接过来找 我们新车展厅是在这里 二手车展厅也是在那里 好不好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整台车型 整个车型A6L 展厅都是水是吧 我们展厅 你说郑州的所有店的话 哪个展厅没有进水 都进水了 因为毕竟是千年不遇的水灾 朋友们 肯定每台车都进水 但是我们是有大库的 朋友们 所有的商品车的话 我们都会放到两个大库 我们地势很高的大库 所以说的话 仅仅我们的试驾车的话 可能是有问题 已经交付保险公司了 大家这个不用担心 不要担心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侧面 那么奥迪A6L的侧面的话 是一个五米的车长 轴距也是超过三米的轴距 所以说刚刚给大家分享A6L了 这台车型的话 里面的内饰的舒适性的话 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非常优秀的 看一下A4L了 是不是 A4L我们刚刚分享过A4L 好朋友们 刚刚分享过A4L 一会儿再带您看一下我们的A4L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准心车的内饰 小白你可以去到主驾驶 副驾驶好不好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台准心车的A6L的内饰 这奥迪好长好白 是不是 哎呀 怎么说的像我呀 这台车真的是 我坐进来的话 就感觉像一个新车 感觉像一个新车 怎么怎么搞 你看大家看一下 这个副驾驶的膜都还没有撕呢 膜还没有撕呢 这台车应该是我们从厂家 直接拍卖过来的车吧 应该不像是市面上 就是就是客户已经用过的车 你看这个膜都没撕 包括这个主驾驶 主驾驶前面这个膜都没有撕 可见是应该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开过 没有开过这台车 这台车的话 感谢田哥 感谢田哥 你是我的YYDS 好的伙伴们 没有点关注的 可以点击左上角的头像 加上关注 这里是郑州终身会敌 坐到内饰的话 小陈去一下口罩好吧 给大家敞亮的说会话 我出来的时候再带 朋友们 就是你们啥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施压车不是这个 我们的施压车不是这个 我们施压车的话 还在外面一个白色 然后一个黑色 都是动感版本的 这台的话是40豪华的 质压版本 不是炮水 不是不是这个车 就不是这个车 因为我们这么大的店的话 11年的老店 不可能担任何的生育的问题 生育的风险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 准新车 是一台准新车 才跑了237公里 朋友们 才跑了237公里 今年的7月22号刚上的牌 现在一口价38.5开回家 将近在 相比新车来讲的话 便宜个将近不到4万多块钱 朋友们 还是非常的划算 买了车 照样可以不死 我愿意这样 不管什么 别人一见 你的车就像刚买的新车 是不是 那有的 会有的 但是像小神这样的强迫症 我买了什么的话 任何就还没有用的话 先把膜全部都撕了 好 看一下后排是不是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控 好不好 整个A6L的话 因为这台车是一个全新一代的A6L 所以的话 也是给大家来借此机会 讲一下我们的全新一代A6L 整个的话 在前面的设计的话 也是奥迪的三平联动 独家科技三平联动 那么俗话说的好 科学家不中地 专门研究高科技 是不是 那么三平联动的话 也是增加了整个全新一代A6L的科技感 那么所以说整个的话 也是非常的豪华 也是非常的运动 所以说很多的年轻人会更加喜欢A6L 是不是 好的 我们看一下后排 我们把前排的座椅调整 调整舒适的情况下 看一下 这样的话 看后排更加的准确 这个疫情赶快走吧 我们来看一下后排豪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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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看您说的话 因为是二手车 是试驾车的话 我们都会给大家说试驾车 因为试驾车没事啊 没有必要就是给大家说 这个不是试驾车啊 我觉得试驾车很香 有的人的话 专门去买试驾车 对不对 像我们的A8L 展厅放的那台二手车的 就是厂家的试驾车 才跑了8000公里 现在一口价是82.88 那么相比我们新车的话 要便宜将近20万 是什么的话都会跟你说明白 这个不藏不噎啊 不需要不藏 不需要藏也不需要噎的 看一下后排好不好 看一下后排 那么这个轴距的话 也是超过三米的轴距了 作为一个超过三米轴距的 C级轿车来讲的话 它的后排空间的话 是非常的舒适的 大家来看一下 小陈敲一个二郎腿 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所以说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这个膝部空间 还是非常的宽松 那么靠垫的话 也是往后仰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的话 你坐进去的话 也是非常的舒适 包括它的坐垫的话 也是足够长 完全可以支撑你的腿部关节 那么这台车的话 是一个四领的豪华版 所以说头顶的话 是一个单景片窗 如果说你选择到了 四五的真选 两区以上的配置的话 将会和A8L 是这种分段式的 全景片窗啊 朋友们 看看摆车 看一下后备箱 是不是 好的 白色的车 我们也是有车的啊 朋友们 现在A6L的话 这台是一个准新车 但是我们的新车 也是有线车的啊 朋友们 新车也是有线车的 朋友们 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后备箱 来吧 给大家看一下后备箱 首先的话 看看后备箱 首先在 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尾部的设计 首先A6L的 无论是前脸 和是后部的话 它的造型 都是非常的精致 对不对 非常的精致 那首先的话 尾部 也是做的非常的修长 非常的修长 然后整个尾灯的话 也是做了一个熏黑的处理 看起来会更加的运动 那么 也是以贯穿式的 一个镀隔亮条 加以打造 然后整个尾部的话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豪华 非常的精致 对不对 朋友们 那这台车的尾标的话 是一个一气奥迪 40的TFS 一气奥迪 40的TFS 我们打开后备箱盖 给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后备箱的储物能力 首先给大家说一点 它的后备箱 后备箱真的非常的深 非常的深 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小陈这样的长胳膊 也没有办法去触及最深处 它这个容器的话 是可以放 非常轻松的 放两个最大的登机箱 非常轻松的 可以装两个最大面积 最大规格的 就是那个登机箱 朋友们 所以非常能装 那这台车的话 晚上看着尾部一条线 是不是 是的 那你是不是看了 是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呀 贯穿式的尾灯 是尾灯是一条线 而且在夜晚的时候 它是有灯光秀的 就像我们的A7 S7 A8 还有Q8 还有我们的已创 都是采用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所以晚上的话 识别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感谢会飞的鱼 感谢会飞的鱼 感谢关注主播啊 朋友们 感谢关注主播 我们本场点赞 超过三万的点赞 小陈接着送奥迪的鱼伞 好不好 现在已经是两万的点赞 朋友们 已经是两万的点赞了 我们接着三万的点赞 奥迪的雨伞 接着送好不好 宽传式不好看 好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是不是 好 电动汽车吗 这台是A6L 朋友们 A6L 感谢我 好 A6L是不是没有 贯穿式的尾灯 是的 A6L没有 A7有 A7有 好 大家来看一下 这台车 A6L的话 没有电动尾门 没有电动尾门 但是这个后备箱盖的话 是一个全铝的设计 尽管没有电动尾门的话 它是一个全铝的设计 所以说 像女生 像小陈这样 娇弱的女生 都非常轻松地 能够完成 盖上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虽然没有全系 标配电动尾门 但是全系标配了 感应尾门 也就是一脚踢的功能 也就是一脚踢的功能 电动尾门是吧 电动尾门 如果说真是想要 那个功能的话 可以选择 4 5的尊享动感版本 以上的功能的话 就可以支持电动尾门了 哈宝们 觉得是光污染 什么意思 说不好看的都是看多了 或者是跟车被耀眼过 就是光污染 你说的就是车不好看 就是看多车了 是不是 是这意思吗 主播看一下Q7 2.0的和3.0的 昂夜 好的 刚刚说Q7的话 应该是你不在 是不是 刚刚小陈给大家分享Q7了 都说不好看 不好看 就不要 不要分享 好 刚刚那个是我们的准新车 A6 如果说想了解 具体了解它的话 可以后台私信好朋友 可以后台私信小陈 好朋友 然后接着这台车的话 给大家分享一下Q7 也是我们大哥线 也是我们大哥级的车型好不好 A6刚刚分享的就是A6啊 这个清风笑烟雨这位朋友 多少公里了 237公里 准新车啊 今年的7月22号上的牌照 现在一口价38.5 开回家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说观传室尾灯不好看的都是看多了 或者是车被尾灯耀眼过 哦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灯亮是不是 观传室尾灯真的是非常的亮的 对 你们店可以改装 哦 观传室尾灯吗 可以